近期英國有不少地區降下大雨 造成淹水災情浮現 像是跨國鐵路列車 歐洲之星都宣布取消 三十號的所有列車 而在美國加州 也持續遭遇到巨浪的侵襲 美國國家氣象局 是發布巨浪警告 預測可以出現九公尺大浪 而對於風險地區 更是發布了撤離通知 一波波大浪 從上岸激受太平洋風暴 造影像使得美國加州海岸 持續遭遇巨浪侵襲 海水灌進街道 沿岸低洼地區恐怕面臨洪災 美國國家氣象局 也針對風險地區 緊急發布撤離通知 但是在紐波特海灘 依舊有不少衝浪客 無視自身安危冒險挑戰巨浪 加州掀起巨浪之後 像是文圖拉持續關閉海灘 並對太平洋海岸公路 沿岸住宅發布疏散警告 但氣象局更預測 加州北部到中部沿岸 可能出現九公尺大浪 對舊金山灣區發布巨浪警告 除了美國面臨巨浪襲擊 英國則遭大雨侵襲 第一次停是受困車站 英格蘭南部地區 最近遭到暴雨襲擊 讓泰晤士河底下的 歐洲之星隧道也淹水 鐵軌變成小河 班次只能被迫取消 就連英國倫敦 聖潘克拉斯車站 和肯特郡的艾貝斯菲特車站 兩站間隧道淹水情況 也沒有改善 週六往返倫敦與巴黎 阿姆斯特丹或布魯塞爾之間的 列車全部取消 我們在倫敦五天 然後我們要在巴黎四天 所以我們要試試去找到 那裡去 四十一班列車被取消 不少旅客無處可去 苦等一絲希望 就怕跨年假期泡堂 記者 中文報導 四十七五 四十八 四十八